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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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看上去朴素的外表下却藏着这么高大上的履历 这种反差萌让我们又想八卦朱总裁的恋爱经历了 我觉得我自己就是属于那种霸道总裁类型的 但是的话我觉得我这种霸道总裁属于那种拼内涵的 说白了的话 男人的话说不算取决于他拿不拿得出钱 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 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 怀着对他的浓厚兴趣 他顺利通过出事 导演与他通了七小时电话深入了解后更确定非他莫属 他跟我说他一共强了六段恋爱 包括了中国的女生 美国的女生 韩国的女生他都谈过 然后就觉得说这个应该还蛮适合我们的 而巧合的是这位导演打完电话便怀孕了 厉害了 乌尔德哥 你就是我们要找的人 节目上的表现果然不负众望 让我们各种福气 现在就有请第二名的朱妍 我的选择是许秀琪 我不要 我不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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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个人不可能做朋友 也不可能做拍摊 也更不可能谈恋爱 虽然这段凄美的爱情 在节目中以朱总裁的悲剧收尾 但节目之后 从朱总裁的微博上看出 生活依然精彩 法师大餐吃着 被女生疯狂追求着 那我们也就放心了 重新希望他早日收获真爱 看完朱总裁的悲情片 再来看一段跌宕起伏的剧情片 红天画家 吴建辉 这位在节目中热爱各种奇装异服 也是导演组在寻人过程中 以而生捕获的 只是因为我们在人群中多看了他一眼 再也无法忘记他容颜 而他的经历同样让人目瞪口呆 对他背景的强大好奇心 让我们再次来到他家中探访 没想到竟然临时失联 似乎 伍玦 伍玦 你好 您不要直接借着进来吧 好来 我还没搞少年亲事呢 我先进去看看 那进来 进去 我先看看 我手机也没找到 我亲自 给你打电话 联系不到你 你们现在打我电话打得通吗 打不通 打不通 联系不到你 我电话我放在这堆东西里面 我也是不好意思 你看看这个位置里面 你平时说我一个人就这样子吗 什么东西就找不到 真是 垃圾不冷啊 可是我以为你半张闯空的呀 那你垃圾放哪呢 垃圾用闯上 我就往这边 睡着往这边 就垃圾在这边 你在那边 对啊 家伙呀 你这个地方 你都在厕所里面喝茶啊 哦 不 这不用喝茶的 你没发现我这里面有热水吗 柚子皮是吧 嗯 你吃了也忘床了什么 可是柚子皮不会碍事吧 我觉得 你的内裤呢 哦 你的内裤我会洗的 哦 你拍了 你不要再这样拍下去 我支持了啊 会挣钱 一年赚多少钱 八十万到一百多万都用 那你条件非常好了 你就住这种地方 把钱花在房子上是不对的 哦 我想住大一点 我也觉得对大房子有欲求 那你现在钱都是给学了啊 进行投资 花了十万去学香水的制作 八万去学了一个热气球 我在这个中光天穿业界 我是搭着最久的一个 接证了像滴滴打车的合同 是我看得签的 有几笔投资也是我帮他们拿到的 我自己也和他们合伙 做过这个不借的补贴的协业的生意 就是卖到巴基斯坦 我现在自己就是包了一块地重的咖啡豆 吃的我一定要吃得很好 我最爱吃这个就是榴莲 榴莲很贵 但是我也要吃的 隔三差不多就买 你其实很童签一个人 有点蠢吗 有点蠢吗 看完这个家 他不是极贫 谁是极贫 那再来看看下面这位 神经百战的老司机 将如何面对这个结局 老司机 刘浅坤 老司机的套路就是在千人面试中 成功的脱颖而出 我的风格好美 好美的一点 我觉得女孩最重要的独立 有独立性质 有独立的就是挚爱爱好 第三个必须爱运动 我不太行 托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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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讨厌女孩装逼 这是我就是你别作别装逼 你不装逼吗 我不装逼 我爱就爱了 不爱就不爱了 我劈腿就劈腿了 我就告诉你我劈腿了 你是不是特别享受 很多女生都追你的这种感觉 我不是享受 是我从小到大 一直是这种状况 我没有故意想 我已经习惯了这种状况 就是没有你在 还有别的姑娘在 就这么简单 爱不爱 导演就会觉得这哥们喝啥 但是事实他就会是这样 标准的北京草老爷们 标准的北京草老爷们 对 就是但是我也没有说不珍惜 反正你不差这几个姑娘是吗 就是我觉得真正能走到我心里的身上 用不抛锚的老司机 不但有刘乾坤的嘴炮型辽媒大法 更有发生名牌logo秀的土豪胡强 BAM 强哥来了 好 我觉得你非常漂亮的这个鲜花生物 诺种的不安音的翡翠 自从胡强强哥在节目里一致千金 送了千有名贵的懦中翡翠 弹幕炸开了火 有人说强哥真土豪 有钱任性 有人质疑 这种翡翠几十块钱买一达 强哥大中脸充胖 那么强哥到底是真土豪还是假屌子 下面我们就从强哥的生活圈来一探究竟 我们的衬衣是基凡西的 皮带是按马仕的 鞋子也是按马仕的 然后包是阿玛尼的 全身上下加起来也就几万块钱 强哥布进全身名牌 坐架也是无敌啦 哇哦 动辄就出席各大高端场所 接见葡萄牙总理 海河潘石屹同台比篇俘我称 除了政界和金融圈 强哥在娱乐圈同样混得风生水起 作为重量级嘉宾 参加了小明和baby的世纪婚礼 还有时尚Cosmo盛典 和张汉唐颜等人同桌吃饭 还有和各路明星的亲切合影 其中竟然还有闪着金光的李安导演 嘖嘖嘖嘖嘖 这待遇可不是人人有的 最牛的是强哥和马云爸爸 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可是亿万国民梦寐以求的顶级人脉 马云爸爸热爱修身养性 开办了一个太极禅学堂 强哥作为马云爸爸身边的男人 和李仁杰成为同学 作为第一批学员参与课程 上流社会的生活 真是厉害了我的哥 看来强哥真是个能闻能武 能净能动 狂拽酷炫吊炸天的皮鞋真土豪 让我等凡人望尘莫及 而与之有着天壤之别的 是下面这位 正直的宅男正直 正直的宅男正直 选一个女生跟你一起做大宝室 你选的那个人一边摸着你的胸 一边摸着你的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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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人啊 比较可爱的样子 就像头猪一样的 真的摸了他的胸 一个男生的胸怎么可以 这么的粘腻 然后肥瘦 粘腻 然后肥瘦 而下面这位宅男 却有着不同的秘语 老派青年歌唱家 高级风 没有出众的外形 没有土豪的妈妈 没有套路 他来面试节目时 打动我们的就是他的歌声 而在节目中 他也用他真诚的歌声和狗皮高要式的穷追猛胆 实现了屌丝的逆袭 最终抱得美人辉 但是我有几件经验的可以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 首先呢就是真心付出很重要 哲学当中有一句话就是谎言重复一千遍也就变成真理了 虽然很可能一个女生一开始看到你这样屌丝的脸很讨厌你 但是如果你经常让她看到这张脸一百遍一千遍之后 他发现你这脸上没有很多亮点啊 你让屌丝的脸虽然也许长得蛮淡的 但是你的亮点还是很不错 无论遇到再强大的对手也不能退出 坚持到底才能赢得女生的关心 你觉得不对 而逆袭成功的还有下面这一 逼配版肖敬腾加盗明寺 张志美带着一种不羁的气体前来报名 舍他起水 我是说三天的栽萌 说三天的栽萌 I don't like this you know 老舌文化不一样的 be free man freestyle 你们女生那些小女生 说讨厌就是反译词就是喜欢 已经这有套路已经经历太多了 不要跟我来讲这一套 不要很care他们 为什么要很care那些女生呢 都是他们先来care我 都是他们先来care我 就这样 你叫什么名字呢 你叫做Angela 那就怎么样 我还叫大伟呢 我是我们从第一个语过英文名的人 I did my way I don't want to be Michael Jordan I don't want to be 道明师 I don't want to be 徐太元 I don't want to be anyone I'm David I did my way 就这么简单 他们都觉得我很可爱 他们都很喜欢我 真的啊 They all love me 他们都嫉妒我 你知道吗 嗯 嫉妒你什么 他们都把我当作同性陈冠希一样来对待 同性陈冠希一样来对待 同性陈冠希一样来对待 噢 噢 噢 不知道小公主重量不俗 没想到这酒量也不差 即便是高傲的公主心 也会因为疗汉失败而揍入民间 来一场说罪就罪的消丑 你妈上来嘛 我不行下去啊 你怎么了 我要拿酒 你别 你冷静一点 但是我脑子里就有一件事 我要喝酒 如果我不过期 他反而不会回来给我道歉 不是 你听我说 你你先不要激动好吗 你听我说你先别喝了好吗 你你你你别让动啊 你别喝了啊 干嘛呀 哎 我我我我我我我现在那上上上抽根烟呢 我看着远方不悲伤不养我 我我都看到我 我你在碰下的小公主 我来你 看到那些尘峰的痛苦 你放 啊 这么正啊 当很多人质疑小工举是奥斯卡神演技的时候 好听啊 殊不知人家在面试的时候 就展现出了他浑然天成的独特气质 哈喽你好呀 我叫陈赞同身高1米62体重66公斤 这次我来参加美女女集客的主要原因呢 是因为我觉得这个节目对我来说其实蛮适合的 你像我这么大大恋恋性格 但是你不跟我相处的话 你怎么知道我的为人呢 对不对啊 然后我爸爸呢 其实年纪蛮大的 已经76岁了 妈妈64岁 所以说他们就是觉得 我应该赶快看出去 赶快找个男人怎么样 我说没关系不要急嘛 你们这么急包三次吗 其实我其实想过 这一定要是个龙蹦胎 所以我觉得 他们说你大屁股一定是生儿子 然后我就有妈 我胸也很大 你看我的胸很大 然后他们说是呀 你是哪一年的呢 我93年的 那你穿这一身是为了 其实穿这身 我今天不是刻意装空姐 我今天这个实验是空姐的 因为我好想装空姐 从小的梦想 算是个高级空中服务员 但我也愿意去当 但是我身材嘛就是肿 但是其实我跑起来也很带劲 我今天很有劲 但不能因为我的外表形象 决定我的人对不对 所以我好想赶快找个老公包去吧 有句话说 世上没有丑女人 只有懒女人 同样的 世上没有应该单身的女人 只有不努力的女人 天生励志的千佑老师 都在不断精进自己的疗汉技巧 你还有什么资格 坐在这里怨天游人呢 大概知道男生 喜欢的点是什么了 圣圈在握 其实在最初的面试视频中 千佑老师就毫无保留的 跟我们单身狗编导 传授了她的疗汉面条 听到我们女编导 分分钟想丢掉明示 赶紧找个男人去练手啊 多交男朋友不是一件坏事情 你在每一段感情里面 你都会学到一些 对你人生有意义的事情 而且会帮助你成为更好的人 千佑老师不光是嘴上说说 还身体力行一样不辣的 在节目中把她的疗汉招数 全部展现 让接招的男神 全部败倒在她的尺六群下 虽然成功吸引了 无数网友的视线 同时也迎来了网络质疑声一片 有这样说的 这样说的 还有这样说的 等等 这画法实在转的有点快 看来大家对于千佑老师的套路 也不完全排斥啊 那对于网友的质疑和赞美 千佑老师又是怎么回应的 大家觉得我是一个很假的人 但是 其实我是一个敢爱敢恨的人 我爱你呢我就爱到底了 我恨你呢我就恨到死了那种 刚开始我看了那些留言 真的很难过也觉得 为什么大家要这样子骂我 因为你们大家都骂我 说为什么 这么假 我是一个最不假的人 我的个性很直 就我真的喜欢你我就会 你就会感觉到很喜欢你 我讨厌你就是 我不会那种很假掰 或是是装逼啊 我是一个很直来直往的人 很多人说我最后在结婚上哭屁啊 我们这三天两夜 大家其实是产生感情的 那我虽然没有办法和对方成为情侣 但是我也并不讨厌对方 做不了情人也可以做朋友 那又加上有一些嘉宾自动离开 或者是大家要分开了 所以此时此刻我是非常感动的 我也希望大家能了解我真正的意思 不是说为了要节目效果还是怎么样 我只是发自内心跟大家讲说 大家真的是有感情的动物 这样真诚可爱的千佑老师 怎能让人不对他又爱又恨呢 纵然一路上遇到各种无辜躺枪 各种痛骂非议 但最终在美女与极片的节目中 依旧是有那么多浪漫的瞬间 和牵手时幸福的泪花 如果我眼睛里有一个人的时候 我希望这个世界上只有他 没有任何人 那个时候就觉得我很不舍格 你要跟我一起走吗 他选择跟我共进退 我愿意带他去看到更广阔的世界 更喜欢跟杨柳在一起 你心跳的感觉吗 反而是回到初恋的感觉 我很喜欢主动的男生 觉得我妈妈喜欢三个女生 我感觉是不想是不想是不想和你 我感觉我我感觉我感觉我 美女与极品嘉宾征集令 你可以发送报名信息到邮箱 beautygate at yen.night 也可以拨打报名电话 025-8681-2773 还可以私信节目官微 美女与极品参与报名 美女和极品快到碗里来 下一季有你更精彩 美女与极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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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